為什麼羅廷尾就是小巢 會好過來 會好過去 羅廷尾是太陽花世代 太陽花世代的時候 一陰 白人的後面店 帶了一張牌 你只要出示太陽花運動 任何照片 無法會都辦一張 你們家長做市長 我們有成立一個青年議會 羅廷尾是議長的 這樣把財財 財財選理長 選理長做一次 想要選議員 要選議員來找民進黨 你選區 選五位 民進黨提名三位 老者 不可能留 還要去挖國民黨 過年都去找時代力量 所以全台東都知道的 到時候在國民黨後 就對盧秀苑 盧秀苑不管走到天涯海角 台東極任何角落 他就站到盧秀苑那邊 他們說那些是誰 都說那是人家的兒子 所以他培養了一個個性 就是投資 然後跟著盧秀苑 盧秀苑表面給他很好 但是盧秀苑做那些 政治上的那些動作 比誰都好 可是他表面看起來 合和氣急 國會改革那陣子有沒有 有一個兒子頭 大家講話講得好好的 都還在笑 羅廷尾出來 來 有 有 有 覺得副君子說 不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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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君子又把羅廷尾撒走 好 為什麼特別舉這個畫面喔 這個畫面對台中人的衝擊很大 大家講說這個小孩很乖 他剛才看到那個外面 他怎麼很乖 他一個地方的形象是很乖 羅廷尾不是退出這個程序委員嗎 他說不願意表態嘛 做個勇敢的國民黨嘛 你知道他會地方會怎麼講 我沒有黨預算喔 我表態很清楚喔 台北那個都是政黨鬥爭 都是綠色的 綠營在鬥爭我們 所以呢 我們不要再談政治了 我們地方就講地方 我們就地方的建設 我來服務大家 然後我關心的就是 小朋友就是老人 所以台北那些分紛擾擾 這種程序委員 我就不參加了 假不來 假不來 一定還要頂上 他還是要表態啊 他也是會再反對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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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跟妳很忙 今天在網站中 我會跟妳說 我要說